你說出對方最讓人意外的奇怪癖好是 應該是說品浩他是一個蠻有原則蠻規矩的小朋友 他唯一一件事比較能夠感受出來是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全明星運動會之真心話老實說 還被我試爛 就是底下訓練時對方出過的球 其實我們在季中檢討的時候我有講到的那件事情 哦 與球的嗎 對 因為其實童龍姐她訓練的時候很認真 所以相對來說壓力就會大 那我就是有發現她其實就是有點挫折的一個時候這樣 但其實也不是出球 她也沒有什麼出球 有啊 我跳遠 不會啊 那個就是壓力 壓力 壓力問題 吃得很好耶 對方賽場上最帥氣的時刻是 哎唷 打籃球 打籃球 對 品浩打籃球真的是帥爆 就是不管是3對3的時候 還是後來投籃大賽的時候 我覺得 籃球在品浩手上就是一個最合適的裝飾 哇我吃寶寶 冠軍 後進就是2分 需不需要姐姐幫妳 我怕妳要 我怕妳又把她撕爆 對方做過最讓妳感動的事 就像我練習的時候 有時候會感到壓力 有時候感到挫折 就是童童姐也會私底下私訊我 或者是跟我問我說 最近就是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問題這樣 媽媽比較容易擔心 你們的身體狀況 就是因為大家訓練都很累 然後我就會比較在乎我的隊員們 大家吃飯吃了沒 有沒有好好睡覺這樣 就是身體狀況上 我希望就是希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保持得好好的 要健健康 妳看妳就是那麼溫暖 妳說出對方最讓人意外的奇怪癖好是 應該是說品浩他是一個蠻有原則蠻規矩的小朋友 他唯一一件事比較能夠感受出來的是 他很會丟褲子 喔對 東西會一直不見 對 他的東西 他的訓練不換下來就會隨意劈在一個地方 然後走的時候就忘記帶走了 媽媽就幫你收過好幾次褲子 對啊 只是他比較像小孩子的地方很可愛 關於品浩 我有一些真心話想要跟你說 你就坐在我的旁邊 但是你什麼都聽不到 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成熟的孩子 不管在面對壓力或是挫折的時候 你都有你自己的一套方法去化解它 那因為我們深聊過 就是如何排解壓力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知道你不是一個會把你的負面情緒丟給別人的人 但是說真的你也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男生 那其實姐姐會有時候會有點擔心你 就是你的壓力太大 你沒有人可以說 你都選擇自己排解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中會是一個蠻痛苦的體驗 那其實你身邊有很多人 有你的對人 然後姐姐也很願意聽你說話 真的很謝謝你這麼溫暖 在訓練的時候 你的成績就是那麼好 你是一個這麼亮眼的人 那你也不驕傲 你也不自慢 然後很願意幫助對上其他的人 很感謝這個節目讓我認識了你 之後這個節目結束了 但是我們的感情會一直持續下去 安妮喔 平好 在全明星運動會的這段期間裡面 你真的辛苦了 因為我知道看得出來就是在 這段期間的練習上面 你都會遇到很多的挫折 然後就是會讓自己 影響自己心情的一些事情出現 那我想跟你說的是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這些比賽 然後好好的享受這些過程 也可以把你自己可能心裡面 想要說出來的話 然後沒有說出來的一些事情 都可以找一些出口發洩出來 然後不要讓自己壓力太大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走向總冠軍 然後把這段旅程完成 然後享受過程這樣